更感机器人让男人脱掉上衣躺在手术台上 然后用激光驱除他的指纹 又将手指化作角膜机开始打磨他的牙齿 以便完全消除个人身份特征 而后用胶筑器将融化的黄金 在男人的胸口烫出一个圆圈 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当着女老板的面吃光 女老板亲手制作的人肉汉堡 这便算是完成了世界最大犯罪组织黄金圈的入会仪式 而作为核心成员甚至还能得到一支太和金打造的麒麟品 专门去猎杀那些阻碍他们面损生意的敌人 就比如那些自诩纯粹正义的王牌特工 而刚成为王牌特工两年半的大卫才出门 就忽然被一把枪抵住 他通过绅士眼睛认出了杀手竟是个老熟人 但大卫却丝毫不慌地顺势将手伸向门把手 随着红外线识别通 他一把将杀手拽进车内 车辆启动后 两人立马在狭小的车内缠斗了 大卫找到机会将杀手的手枪卸 并顺势打开车门将他推出车外 不曾想对方竟凭借麒麟撑住了身形 哪怕大卫掏出隐藏在车内的手枪才是 也被对方尽数倒下 肉体烦驱显然听不过机械飞手 大卫很快就落入了巷 甚至还被追击的其余杀手撞出了车门 他划破后坐再次回到车内 本想用剧毒鞋刀解决战斗 不曾想直接被杀手的麒麟币应声折斗 神经毒素快速蔓延 司机当场隐恨西北 车辆也瞬间失控 杀手的麒麟币被撕扯和下留在了车内 而此时其余杀手也已经追了 甚至架起了火神加特林在市区捧场之中 完全一副不死不休的价值 见此情况 大卫远程联系上了梅林 同时又将所有杀手都吸引到了无人的公园中 在征得梅林的授权下 他立马按下了导弹 而这巨大的动静自然也吸引来了警方的围体 但大卫却不再讨论 反而静止将车开进了面前的湖水中 随着他深吸一口气 冰冷的湖水瞬间倒灌进了车内 车轮开始逐渐化作成了螺旋井 不远处的基地大门也层层打开 大卫成功摆脱危机回到了水下基地 尽管刚才的经历凶险万分 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是 此刻的大卫又马不停歇地赶回了家中 换上了一套新的定制王牌系装 因为今晚是他第一次参加女友的家宴 可大卫却不知道 那遗留在车内的麒麟臂 即将带给王牌特工组织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大卫来到了女友家的皇宫做客 而他还是换了一件更有家庭色系的西装 但作为一国君主的老丈人一见面 就用各种问题刁难 好在大卫的背后有王牌特工蓝斯洛特 在用绅士眼镜脸中协助 然而在家中帮忙照顾自己狗子的兄弟 却意外发现了满强的黑科技武器 这直接给兄弟小黑者猛递了 可很快 大卫就忽然从绅士眼镜中看到了绝望的 陪伴自己多年的狗子和兄弟当场丧门 紧接着 总部的兰斯洛特罗西也收到了防控系统 可以为时以往 不仅如此 此时位于王牌特工英国分部的会议室内 新上任的亚瑟还在远程分配任务 可眼前的王牌特工却纷纷断开了链接 杰兰特想要提醒亚瑟逃离 但依旧为时以往 而这一切 都出自黄金圈的幕后女老板洪姐的节奏 是他获取了王牌特工组织的所有基地坐标和成员坐标 并定点发射了远程巡航导弹 彻底摧毁了王牌特工这个存在了百年的正义组织 而匆匆赶回住处的大卫望着眼前的一片废墟 顿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可紧接着 梅林竟出现在了废墟之上 这让大卫立马如临大敌 他瞬间举枪对准了希瑞的教官 因为如今的组织中仅剩下了他和梅林两人存活 那么泄露他们坐标的叛徒就显而易见 但梅林却从包中掏出了那只罪魁祸首 是这只遗留在车内的麒麟碧远程 侵入了组织的数据库 盗取了王牌特工的所有信息 而他之所以能活下来 也是因为他作为组织的最后保险 一切信息都不存在于总部的数据库中 如今组织中仅剩他们两人存活 为了复仇 他们只能启动末日预案 可当他们打开末日保险箱 并从中小心翼翼取出组织遗留下的最后底牌时 却当场傻了眼 这是要让他们一罪解千仇吗 搞不清楚状况的两人干脆各自倒了一杯威士忌 然后开始把酒盐杯 共同祭奠死去的同伴 此时诺大的组织中就只剩下两人能相互依靠 在酒精的加持下 他们仿佛忘却了所有痛苦 梅林没忍住开始痛哭流体 而悲伤中的大卫忽然发现了酒坪的底部 竟印有一处坐标地点 很显然 这才是末日预案中的真正底牌 可梅林却在这时耍起了酒疯 两人根据坐标来到了大洋彼岸肯塔基州的一处百年酿酒厂中 而其中一间厂房竟真的通过了大卫王牌特工的身份识别 梅林用设备检测到了厂房的地底之下有个大型建筑群 可就当两人找到一把斧头准备披开隐藏入口时 一名牛仔忽然出现在后方 牛仔二话不说就要出手 但梅林和大卫作为王牌特工身手早已出神入口 再次醒来的两人已经被五花大了 牛仔也根本不相信大卫两人口中 关于王牌特工默认预案的解释 为了验证两人的身份 他将身后的双面镜打开 在两年前被老黑暴头死去的哈利竟然还活着 作为前任王牌特工哈拉加德 也是引领大卫进入特工学院的伯乐监恩师 哈利的存活让两人都兴奋不已 而这时 一名手持黑伞的女人制止了牛仔的行为 因为他也从联邦特工的末日保险箱中 找到了一把王牌特工的黑子 原来他们是王牌特工的兄弟组织 联邦特工的成员 当年王牌特工的创始人之一离开英国 来到了大洋彼岸创立了联邦特工 他们出身同源 也是两个组之间相互的最后底牌 女人代号江九 而牛仔则代号龙舌兰 牛仔为两人松绑病到了浅 但大卫和梅林却急忙来到了哈利的房间 不过哈利却表现得很是陌生 原来由于大脑的损伤 现在的哈利认为自己是一名昆虫学家 他的记忆停留在了成为王牌特工之前的阶段 两年前的那场教堂百人展 牛仔和江九正好来到英国执行任务 也碰巧在教堂附近检测到了神秘脉传 哈利被老黑一枪抱头后的不久 两人赶到教堂发现了垂死的哈利 并从绅士眼镜中探查到了他王牌特工的身份 于是立马用一种名为阿尔法胶的先进技术 稳固住了哈利的大脑伤势 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和女朋友一起观看 找对象就来真的 上千手 主打高学历高质量 全面信息多重审核 假人秒锋 找对象掌握选择权 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 用千手 找到可以千手的人 并用先进的内米技术修复了他的脑组织损伤 可副作用就是会导致记忆的摔腿 得知情况后 梅林决定留下尝试唤起哈利的特工记忆 而大卫则跟随牛仔走出厂房基地来到了总部会议室 在这里 他见到了联邦特工组织的画室 代号为香槟的老头 作为从百年前开支散叶出去的兄弟组织 香槟愿意动用联邦特工的所有资源 帮助大卫为王牌特工组织复仇 而大卫的计划是找到麒麟币的主 也就是曾经被王牌特工开除特工学籍的叛徒查理 在他女友的体内放入追踪器 便可顺藤摸瓜找到藏于深山老林的黄金轩组 香槟则派出了代号威士忌的顶级特工来协助大卫 根据查理女友发布的社交动态 大卫和威士忌很快就来到了一处音乐节场地 威士忌交给他一盒小雨子 原来这玩意的顶端隐藏着一种内门追踪器 但是需要进入到一种特殊的黏膜中 才能顺着血管进入体内增强信号 不过威士忌显然并不是查理女友的餐 反而是一副小鲜肉长相的大卫很快俘获了对方的口味 并成功找机会将追踪器放到了她身上 而这边的梅林为了能唤醒哈利的特工记忆 在房间重现了第一关的特工考课 这也是每位王牌特工最先经历生死考验的试炼 房间里的昆虫学家哈利也突然发现了地板在疯狂渗水 眼见水流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 她害怕地不断群众 可很快水流就完全灌满了房间 梅林和江九在双面镜外紧张地望着这一切 都希望这位最顶尖的首席特工能觉醒记忆 可哈利似乎真的忘记了关于特工方面的所有经验 开始不断在水中痛苦侦探 梅林最终还是不忍地关闭了测试 而侥幸活下来的哈利依旧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昆虫学家 甚至为了不受折磨 准备收起行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基地的大卫看见这一幕 忽然想到了另一种更刺激的方法 这个方法或许能将这位最优雅的特工完全激活 当天晚上 大卫为哈利带来了送别的礼物 是一只长相可爱的苏格兰耿右卷 可当哈利满欢信息地接过狗子后 大卫却突然举起了手枪 察觉情况的恩师立马抱起狗子惊慌逃离 可青年却举起手枪步步紧递 并给了他一个选择 要么狗死 要么人死 而看着面前一脸无辜的狗子 哈利却根本无法做出抉择 在这巨大的精神压力下 他的面前忽然变换出一群翩翩起舞的谷底 一段段被遗忘的记忆开始不断在脑海中复苏 他看到了自己西装笔挺的优雅丛武 看到了自己面对混混们的伸手部分 也看到了他从特工化身为屠服 造成了教堂百人斩的残案 以及最后自己被老黑一枪抱头的画面 可印象最深刻的记忆 竟是他年少时参加的最后一关特工考核 在这场考核中 他必须枪杀陪伴自己多年的爱群 而这一幕与如今的抉择何其相想 仿佛黄良一梦刹那苏醒 他所遗忘的记忆终于恢复 这也意味着最强王牌特工加拉哈德彻底回归 梅琳也欣慰地望着两人 随着组织的覆免 他们三人是仅剩的三位王牌特工了 只是当纪人刚来到一家酒馆庆祝哈利恢复记忆时 他们那外地人的口音立马就引来了一名本地最古的骑士 刚恢复记忆的哈利正愁没机会活动经历 他熟练地起身来到出口中 并封死了任何出去的客户 这挑衅的一幕自然又吸引来了所有混混的仇恨 话音一落 桌上的酒杯瞬间如出堂死 但搬出了挨揍的局面 作为东道主的威士忌看不下去 他用套绳利索地救下哈利 面对已经亮刀子的小混合 他直接将一手套绳运用的毒口重清 可他才将所有混混解决 各大电视台就忽然被大毒销红解黑入 他宣布了一个丧心病狂的事实 作为世界最大面粉供应商 原来他早就向所有品种的面粉中投放了特制病毒 数百万的吸食者会依次经历初期的皮肤拦枕 中期的丧失心智还会有无意识的畅跳乱 晚期则会全身麻痹 并在12小时内七孔流血而亡 要想得到解药拯救世人 那就必须将他的面粉生意像酒水行业一样合法化 并赋予黄金圈所有高层司法豁免权 然而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 总统虽表面答应了红解的全部条件 但实际上他的想法却是 总统觉得这次事件正好可以给他增添一大笔政绩 他一方面准备围剿黄金圈 另一方面利用权力将所有中毒者集中关押了起来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而这一消息则被联邦特工安置在总统办公室内的窃听窃听的一清二楚 这一极端的做法让华氏人湘斌无法理解但却大受震撼 不过很快梅林和江九两人就从查理和女友的通话中监听到了解药基地的地址 香槟当即派出大卫三人前往意大利的雪山基地夺取解药分析配方 他们兵分两路 大卫和威视机一组前往山顶基地 而哈利则在控制室负责他们的撤退路线 另一边的大卫和威视机则根据总部安排的虚假身份成功拿到一瓶解药后 却还是被老熟人查理发现了踪刺 尽管两人顺着提前准备好的路线撤离到了缆车中 可关键时刻哈利却掉了链子 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蝴蝶幻觉 这也导致整个缆车陷入了失控般的自转当中 在这巨大的加速度下 大卫的眼前开始冲血马上就要陷入昏迷 好在威视机的套绳竟还拥有闪电往连边的功能 他控制闪电边切断了控制绳索 而失去控制的缆车瞬间开始自由落体 缆车在两人惊恐的目光中落在了对面悬崖 并一路朝着山下滑行 沿途的积雪就像润滑剂 导致滑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就要撞向山脚下的度假旅馆 大卫立马对着缺口处摁下戒指 一道降落伞瞬间撑开 终于在即将撞死两名度假老头士停了下来 任务完成后 三人刚成功在一间木屋会合 基地的士兵便也追了过来 而威视机如同金弓之鸟般扑向大卫 却意外将大卫手中的解药打飞了出去 屋外的追兵也开始火力输出 三人只能躲在墙后躲避子弹 趁着那些追兵换弹之际 威视机让大卫两人掩护 而他竟直接冲出了屋外 开始与追兵近身肉躲 作为联邦特工组之中的顶尖特工 他的身手自然也是属于拔尖的层性 一手双枪也被他甩得出神入宝 子弹用完 他便甩出闪电五连边 朝着那紧剩的追兵就套了过去 然而才刚解决完这一批 就又有大批的追兵乘着运兵车赶来 甚至还运来了火神加特灵 一副要将木屋移成平地的打算 冲回屋内的威视机立马在背包中寻找远程武器 可一直望着这一切的哈利 却突然抬起了手枪 大卫不敢置信眼前的荧幕 而这时屋外的追兵也已经开始疯狂倾泻呆 面对哈利突然枪杀自己 大卫根本无法理解 可哈利却无视了愤怒的大卫 只是冷漠而又淡定地从包中掏出了一瓶香水 接着摁下开关静止朝着屋外扔了出去 随着一阵水流般的爆炸声过后 屋外一片寂寂 那些追兵全都被冻结成了雕塑 可根本来不及多强 大卫立马找出阿尔法胶 开始稳固威视机的大脑伤势 而哈利却认为威视机是个叛徒 他是故意打坏了解药 但大卫根本无法相信这一天的言论 反而认为是哈利的蝴蝶幻觉导致他神经错乱 在面对总部江九和梅林的远程询问时 大卫却还是因为私心没有说出真相 而是上报威视机是被追兵打中了脑袋 当下解药被打碎 他们只能再去山顶基地重新拿到一瓶 可飞机上的查理却不会再给大卫任何机会 他立马摁下了早已部署好的C死 将整个解药基地和自己的女友彻底葬送进了火海之中 更麻烦的是 大卫通过视频聊天发现自己的公主女友 因为生她的气竟也吸食了有福的面 并且此时已经进展到了晚期的全身麻痹阶段 好在梅林根据收集来的线索已经锁定了黄金圈的老巢所在地 时间紧急 大卫三人立马乘坐专机前往目的地 在装备好了联邦特工的众多黑科技武器后 专机很快就赶到了柬埔寨的一片原始丛鸣中 可麻烦的是 尽管大卫很是小心地拿出了扫雷棒勘测陷阱 但却还是意外踩中了一枚暗门 梅林立马让大卫别动 随后从武器箱中掏出了冰冻喷雾 这可以为他们争取几秒钟的逃生时间 可当喷雾结束的一刹那 梅林却突然推开大卫自己踩了上去 原来冰冻喷雾的效果受环境影响 在热带雨林只能维持半秒钟 为了任务的顺利进行 梅林决定牺牲自己为大卫两人争取时间 尽管大卫无法接受 但梅林却心意已决 他开始高唱战歌吸引门口的守卫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m a mother Bring to me West Virginia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梅林的牺牲更加坚定了大卫两人 屠灭黄金圈的决心 面对人数众多的黄金圈士兵 大卫直接掏出一枚棒球 C4扔给哈利 哈利挥舞球棒将C4打到了田田圈底下 随后撑开黑散 两人凭借黑散的防弹功能 顶着枪铃带一路前进 而棒球首尾也在此时宜 借着田田圈的眼力 大卫拎起手提箱开始射击 突然一名士兵拿来了一台发明镜 但大卫却丝毫不慌地举起了手提箱 趁着一群士兵被炸弯 师徒两人手持各自的黑科技武器 神党杀神佛党杀火 这夸张的场面顿时让黄金圈的士兵们一阵燃热 远处的美女机器人刚打出几枚榴弹炮 就被哈利射出的电击圈反射回去 不到片刻 整个广场上就只剩下大卫两人还活着 当两人冲进洪姐所在地时 着实把洪姐吓了一跳 他连忙把解毒机的控制箱交给查理让他撤了 大卫去追击查理 而哈利则被洪姐圈养的机械狗引住了去 尽管黑散的防弹功能异常强大 但还是架不住机械狗的钢铁疗牙 他只能逃出门外来到了另一处房间 面对步步紧逼的机械狗 哈利抄起边上的黄金熔液就倒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大卫却根本不敌 拥有机械手臂的插头 他一把将大卫甩飞出去 就在他捡起一颗保龄球准备彻底结束战斗时 大卫却转动王牌手表露出了笑容 原来他趁刚才近身的时候 用王牌手表飞入了查理的机械系列 大卫控制手表卸下了查理的机械臂 接着三下五除二便压制住了队 并毫不犹豫地扭断了他的脖子 解决完所有威胁后 师徒两人再次来到洪姐所在地 洪姐还想要垂死挣扎一下 他认为以身世之名行走江湖的王牌特工 两人却毫不犹豫地给他注射了一瓶加倍感的毒药 这让洪姐不得不说出了控制箱的密码 随后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显然洪姐的体质根本承受不住这瓶毒药的劫 可就当两人刚要打开配方箱时 一条绳索突然勒住了哈利的脖子 竟是成功恢复健康的威士忌 大卫以为他是为了报哈利的一枪之仇 可威士忌却开门见山地表示之前 他的确是故意打碎那瓶解药 因为他的怀孕妻子就是被瘾君子杀害 所以他赞同总统的做法 他必须要销毁控制箱 让所有瘾君子全部灭亡 话已至此 观念不同 他们只能手底下见真仗 趁着哈利将控制箱扔给威士忌 大卫利用手表的闪光功能 成功帮助哈利脱前 哈利找到机会成功卸掉了威士忌的神便便 接着三人便开始晋身肉活 尽管威士忌的身手异常出损 但还是架不住师徒两人的合力攻击 解决完威士忌 大卫两人也成功利用控制箱 将所有解药投放到了全国各地 数百万的感染者得以获救 总统也因为极端的政策被弹劾下台 而联邦特工的画室人香斌 也决定动用全部资源 帮助王牌特工进行重建 经过此次事件过后 在恩师和众位伙伴的见证下 大卫也和公主女友终于修得正乎 作为一位建议的建议 几乎一个建议的建议 几乎一位建议